萧志与卢灵通奸的事情半路之后 卢灵坚决要和丈夫离婚 并声称以后要和萧志在一起 对此 萧志很不情愿 两人曾经发生过激烈争执 卢灵的父母也劝过他 如果可以挽回 尽量还是不要离婚 毕竟人言可畏 但卢灵一意孤醒 说萧志肯定会离婚的 过了不久 萧志果然与妻子离婚 然后两人立刻闪婚 司马局长 对此十分感兴趣 卢灵的这种肯定口气 究竟从何而来 结合社会普遍男性的心理状态 一个事业有成 并处在逐渐上升期的中年男性 肯定会受到年轻女性的青睐 一些把持不住者 也会有出轨行为 但多数都是追求刺激和肉体的享受 很少会有人闹到离婚的地步 要知道 一旦离婚 势必会造成事业和家庭的连带损失 两者孰轻孰众 不难分清 而且 据熟人反映 萧志和前妻关系一直不错 也有一个十岁的女儿 家庭关系十分的稳固 她会为了卢林放弃这些吗 说到这里 司马局长又反问了一句 但是 如果事出有因呢 卢林的那一句 肯定会离婚的 似乎在暗示着一些什么事情 或许 是萧志的把柄和短处 考虑到 萧志身处大型国企财务处处长 这个特殊位置 卢林又是其直接下属 两人的关系还非同一般 这里涉及的问题 似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信息 对司马局长有些触动 萧志的前妻 是一位外科医生 在我市医疗界 还颇有一些影响 司马局长反复品味着 自言自语道 如果我是小指 我会放弃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一个功成名秀的妻子 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而非要和一个在县城长大 目前还是一个小科员 仅仅是有过肉体接触的女人结婚吗 在当今这个功利之上的社会 恐怕 我也不会吧 听过他这个话 我们彼此对视 都有一些感同身受 当时我还暗暗合计 看来这个萧志 真有一种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气概 就在这时 如灵尸体的解剖结论出来了 由于死亡时间较长 又经过冷冻保存 尸表一些外在特征 均发生物理性变化 失去了法医鉴定价值 省城刑警医院专家 侧重对尸体内部进行剖检 共发现三个特殊的疑点 第一个 卢灵的鼻腔 咽部 有轻度贯通性刮损痕 表面粘膜破裂 呈定点延伸状破裂纹理 其使管管道内侧 发现一些纵向往复的刮蹭性痕迹 创免呈轻度淤血状态 通过做血液活性分析检测 机体内血液成分活性 弱似其倦怠 单细胞含氧量 低于活体红血球血氧量 疑似时 死后使管 遭到硬物插入 刮碰造成的 第二点 卢灵的肺脏病理切片显示 其内部大量被炮 有强清式气体充实现象 等面积包膜表面 气时点数量 大于自然呼吸造成的 气时点数量 疑似在短期内 有吸入大量 强注射性气体行为 因此 对肺炮造成了 一定的冲击轻染 感谢观看